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段影片要和大家讲一些香港的新闻 我想让大家知道香港目前整体的情况 有人说我不在香港没有资格评论和分析香港的情况 这个说法我当然不同意 我认为如果香港现在的传媒、香港现在的议会 肯负起监察政府的责任 肯认真研究资料、肯分析社会问题 肯勇敢质疑政府的错失 我们这些海外KOL去评论香港事务 可能就没有他们这么精准 但现在香港的议会根本是废的 可以说连忠诚废物都不如 只是形容是愚蠢废物 而传媒几乎是和英武没有分别的 英武一样 政府给什么资料 这些主播就读什么稿 完全跟资料读稿 根本是读稿机器 报纸的报道不会做多些调查 更加很少很少去对照资料 也很少比较数据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太过离谱的香港事 我忍不住也要出片来说一说 刚刚过去星期日 劏访波就为新的一份财政预算展开资讯 大家知道 今时今日 香港政府哪有真是资讯 一切香港重要的事务 西环预头 说做就做了 不过 由劏访波透露的资料 我就知道过去三年 香港政府怎样乱花钱 劏访波指出 过去三年抗疫 用了6千亿港币 用了6千亿 6千亿是什么概念呢 即是741万香港人 连孩子都算了 每人用了8万元 各位你说夸张不夸张 那你可能说 或者全世界都用那么多钱的 抗疫嘛 又或者真的需要花那么多钱 OK 大家又看看 派钱用得多少钱 那你可能说了 香港有得派钱 所以不是花得多钱 OK 大家又看看 派钱用得多少钱 每位香港人派1万元那次 先是用了7、8、10亿 那我现在扣那1万元出来了 即是每个香港人过去三年 都用了7万元去做所谓抗疫 那钱去了哪呢? 另一不大数 而市民又似乎真正受惠的 就是补就业 补就业又花了多少呢? 花了923亿 即是两条最大的数 合共用了1633亿 换句话 即是4300亿 就是用在那些古古怪怪 湿湿碎碎的那些花费上面 而这些花费 就每个香港人三年合共用了 5万6千元 以人均支出去计算 是广东省的40倍 是40倍 各位 广东省的工资和其他成本 有没有可能便宜过香港40倍? 难道广东省的人工 1万元月薪 香港人有40万月薪吗? 但如果你看看另外的东西 你又会明白 如果广东省验核酸 每人的支出是5元 而香港是200元 这个比例就差不多了 真的40倍了 所以大家现在是否开始明白 香港人的血汗钱 是怎样冤枉地花费了呢? 大家看看 香港有9间所谓方仓医院 合共有5万多个床位 工程费大约用了126亿 全部直接由中国建筑国际集团负责的 不用招标 平均每张床位用25万 大家听清楚 25万一张床位 如果看这笔钱用来建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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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成本 可以建建14000个大原本的单位 即是3.5张方仓医院的 quoi 等于一间公屋单位 各位 这将方仓医院兴建当日 那天香港有媒体出稿质疑他们 认为这是天价,太贵太贵了 但第二天,骆惠宁亲自出马去巡视方瘡医院的地盘 接着骆惠宁又说 香港人要多谢什么中央帮忙才建这些方瘡医院 我那天已经出片说这件事 根本摆明骆惠宁是出面说给香港传媒听 这肥肉是西环的 它是要香港的传媒聪明点 接着全港媒体马上收声 另外大家可能都记得 曾经有消息说 医管局采购抽气线要先经中联办 而同一牌子厂家的官方网站价钱是$197 但是医管局最后采购价是$1,000-$2,000不等一部抽气线 各位,香港这肥肉是不是很好按呢? 好,一查这些东西又停不下了 刚刚香港政府很聪明 很聪明地公布 就说兴建简约公屋 省了10亿 他就说一个低层的简约公屋单位 大概只需要55万左右 即是两张房仓医院的病床 已经可以兴建一间简约公屋的单位 而最贵的简约公屋 都是要用90万的建筑费 也不过是3.6张房仓医院的床位 而这些数据 我和一些香港的亲友说 他们表现很平淡 还很有型 我说 哎呀,预料了 用什么大惊小怪 现在他们说 可以放宽疫情 可以自由 什么都无所谓 所以这些心态 不是適合贪官的胃口 这个世界 难得有被汤的水雨 觉得自己幸福 即是有些人真的这样说 有得给人汤 代表你有钱 有人汤香港 代表香港有钱 我真是有朋友这样说 所以我也附和他们一句 香港人现在花了6千亿 都有收获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就是换到一只 换到一只牢宠物 做医惠局的局长 以前香港有个人 人称5亿探长磊落 今天香港也很厉害 有一个4千亿局长 为什么说4千亿呢 因为有些是派了钱 补就业我不计 不入牢宠物数 4千亿局长 牢宠物多厉害呢 可见香港大有进步 又是刚刚 1月30日的公布 香港外汇基金 录得有史以来 最大的亏损 亏损高达2千亿 实数是2024亿 我弯说它是2千亿 香港政府有什么解释呢 又是那些 因为中美关系紧张 和大陆防疫的措施等等 就搞到外汇基金 虧了2千亿 但是这样啊 当日中美关系 开始恶化 汤仿波说的 没问题 不用怕 香港有办法应对的 为什么现在 又说中美关系紧张 令外汇基金 竞涉呢 什么呀 汤仿波先生 你不是有办法吗 来到这里呢 那些蓝丝相信也是那句 你这些海外KOL 又抹黑香港了 不过这样啊 我说的资料 香港政府公布的 香港政府刚刚又公布了 过去9个月 香港政府的赤字 是1832亿 我又转称它做1800亿 而香港的储备 剩下7700亿 所以我很支持香港 京管学院港师 阮永恒的 Viva他说得对的 香港与其有钱身行 不如还富于民 我非常支持的 香港应该马上分10次 每两年一次 五年之内 派了7700亿储备 最好 否则日后 只是被麦美娟带领关外队 就不知道 吸多少香港人的血汗 我认识有些香港 公营部门做主管的朋友 他们说的 现在没有疫情了 但他们核下很多的单位 还是每个星期 收到一卡板又一卡板 那些防疫物资的 他说呢 现在还要那么多的保护衣 要来做什么呢 结果是怎样呢 结果他们要出去外面 租迷离仓 放这些东西 又花一笔钱 他们都说的 绝对赞成 派了些储备 我就申报利益 现在香港无论怎么派钱 我都没有份的了 我的建议 对自己 绝对没有直接得益的 我真的 没有抹黑香港的 我只是说数据而已 刚刚 香港政府官员 上立法会 在那里承认 说香港货柜码头的吞吐量 由世界第一位不停地跌 跌到世界第九位 单单过去一年 又大幅下跌了11% 而新加坡港一下爬上第二位 几十年来 香港一直提出的 前店后厂 即是大陆是世界工厂 而香港是店铺是销售店 现在那些工厂 就不在销售店那里卖东西 他们直接跟买家那里做生意 那现在是怎样呢 上一年11月 汤火波就提出 说要发展冷冻链 和药物高端物流 这些高级的货柜运输业务 不过 这些口号说就容易 我问你 汤火波和西环那些共官 你们现在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下一步做什么呢 好了 香港很快回复正常 那是时候为香港抗疫的工作 进行独立调查 港府六名抗疫的专家之中 有四位是支持成立检讨委员会 进行调查的 这四位专家包括孔帆毅 刘雨龙 袁国勇 和许树昌 而李家超公公表明不同意 他说香港政府一直 都有不断总结的 不断持续检视的 所以不需要独立调查 而另外一位不是政府指定的专家 就是港大医学院的教授 金东雁 他说 看不到有什么理由 不进行独立调查的 他说就算没有一个委员会 都要全面检讨 而梁柏妍 就认为需要设立委员会 进行检讨的 虽然大家都知道 李家超这些公公 他是绝对不会找出香港防疫的真相 但是这几位专家 都算肯说几句人话 我在这里也要表扬一下他们 我还不明白 为什么当年 香港沙士 都有成立委员会调查呢 为什么二十年之后 香港面对更加大获大获 很多倍的疫情 而是不用检讨 不用调查的 好了 前面我所说 现在香港人 可以回复正常了 什么都没所谓 任何观众喜欢怎么办 又或者他们觉得 说也没用 我都明白他们有很大的压力 但是这样 刚刚又有一些消息 是香港人最关心的 楼价 香港的楼价 2022年第三季跌了8.5% 第四季再跌7.7% 即是全年平均跌了8.15% 我又挖挖做8% 香港上年负资产的case 超过12000宗 升了21倍 大约涉及660亿 有人说不怕的 等通关之后 什么都够了 香港楼价一定升 不过这样 中大工商研究所的教授李兆波 他就说 通关不是神迹 大陆经济也不好 通关之后 相信只有少数人 会来香港买楼 而金管局副总裁阳国恒 他就说 香港人断工的情况 还是比较少 目前银行的风险不是很大 其实都很明显 来境的第一季 地产界就一定有这么大 吹这么大 一定说香港楼会升 一定说一大堆利好因素 我相信 连习近平血糖很稳定 劳宠物放大假 不用出来见人 大家没那么吐心 这些都会成为 促使香港楼价上升的利好因素 总之只要有人信 包括为NHS做事 协助阿富汗难民和乌克兰难民等等 那条片也拍摄一位 在英国从事农业的香港农夫 又有另外一些香港人 在他们社区里面 搞些盆赛宴之旅的活动 就招呼不同族裔的人 片中的官员就表示 欢迎香港人继续去英国 而就着我所见所闻 过去两年 香港人和英国当地人 似乎相处得不错 不过我就相信 2023年 移居过英国的香港人 将会越来越少 反而回流回香港的人 就会增加 所以总数来说 我估计 相信大概一来一回 打个和 不过如果香港有突发的事件发生 那就难说了 来到这里 都是那句了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理看天下 在这条片下面 应该有超级感谢的富豪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一下我们 另外我们也有Patreon Patreon的连结在这条片下面 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的Patreon 拜拜